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对于过去三年内 曾两次以上以个人旅游签证访日的中国游客 明年起 申请个人旅游三年多次往返签证手续也将简化 持续提交护照 护口本复印件 停写表格 并不需要提交经济能力证明 リピーターの方の緩和措置も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 こちらは具体的にどういった措置でしょうか 過去三年以内に二回個人の観光ビザで訪日された方であれば 原則として旅券と申請書だけで数字のビザの申請が可能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ご本人の経済力を証明する書類というのを これまでに既に提出されておられますので 改めて提出する必要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大監发言人表示 日方将在近日通知有关旅行社这些具体决定 从2019年1月1日元旦起 将开始实施放宽签证政策 截至11月底 中国今年赴任游客已超过778万人 他表示 日本非常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访日 加强两国民众层面的交流和理解 凤凰威势 李淼 南来浩水 善尼正盛 日本冬季报道 好 就这个话题 我们立刻连线的是 本台著日本东京記者李淼 了解更多 李淼 中午好 王峰 中午好 在专访过程当中 你还有哪些具体细节也掌握到 包括对于接下来中日民间交往 你预计将会有怎样的一些突破和推进 好的 王峰 其实我们都知道安倍在这次访华的时候 尽管宣布了要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 但是并没有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专访当中 我们看到日本外务省首次披露了非常详细的内容 其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这次放宽签证的第一就是针对中国的大学生 那么之前其实只有75所大学的大学生 可以简化申请这种个人旅游的签证手续 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中国教育部公布的1243所大学 几乎是所有的大学学生 还有毕业生都可以申请这种签证 那么只需要提交他们的在学证明 或者毕业证明和护照即可 并不需要提交经济能力证明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放宽的手续呢 就是针对中国个人游客 过去三年以内曾经两次访问过日本的个人游客呢 在申请三年多次往返签证的时候呢 将只需要提供护照和个人户口的婚姻件即可 并不需要提交这个经济能力证明 所以呢他们的共同点之处就是 这个手续将会大幅度的简化 我们也观察到在日本呢 今年赴日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了778万人 会创下新高 当然在所有的外国人当中也是排名第一的 另外呢外务省也对我们透露说 在所有外国人的签证当中呢 发发给中国人的签证占77%以上 所以呢这就说明日本政府非常重视 中国赴日游客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来日本 他们也觉得呢是非常欢迎中国游客来日本 实际上呢外务省发言人也多次强调说 非常重视中国游客在日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日本方面应该怎样去应对 所以呢今后也会充实各种日本国内的政策 同时呢他们也欢迎中国游客来日本 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王峰 好谢谢林淼从前方我们带来的分析 好再关话题我们请视频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忠忠好 宋忠忠好 我们看到中国本来就是日本的游客重要来源国号 那现在日本呢对于中国游客 还有留学生的签证政策都有所放宽了 你认为这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会有什么作用呢 一定会起一个正向的作用 我们总是在说民相尽则国相亲 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两类人的签证的放宽是非常有好处 首先一点的话 日本迫切需要发展国内的经济 所以外国的游客越多 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将会越好 那么这一次对中国的游客放宽了签证 恰恰是可以刺激其内需扩大海外到日本旅游的这些人口的基数 对日本的经济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 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到海外旅游的大国 另外也是一个到海外留学的大国 中国的很多留学生都在欧美 包括在日本很多国家 以各种方式留学或者以访问学者的方式存在 这样的话会让日本以后成为中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国 现在其实日本的很多高等院校也有中国的留学生 但中国有很多留学生现在还主要是在欧美的一些国家 那么日本如果把中国大学生的签证放宽 恰恰能够鼓励更多的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到日本来留学 这种留学经济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大有好处 无论是游客也好大学生也好 这两个重要的群体如果能够抓在手里的话 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确实日本也希望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 现在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基本上的互信 包括在经济上双方之间有强烈的互补 但是日本确实也应该明白一点 在历史问题上应该检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而不应该再表白历史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深刻的认识深刻的反省 中日之间的民间友好交流才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城市 那么打开签证放开签证是第一步 这一步做好了民相亲就能够做得更好 好的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谢谢宋先生的点误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